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动管控令影响了现场部署和光纤化工程 估计会冲击刺激营收和盈利 但应该会在下半年恢复正常 因此行家下调2020财政年的核心盈利预测4.2% 但是调高明后两年的预估介于2%到7% 该集团目前持有9000万令吉的稳健订单 并在印尼赢得500万令吉网站维护合约 可进一步提高2020财政年经常吸引营业额至53% 行家维持买入评级和65仙的目标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